這個時候其實人才的流動 也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講道理的 我們不是說我自己承諾要做好做滿 是因為以前朱立倫市長 他違背諾言 他在議會講做好做滿 結果跳票跑去選總統 所以他選輸了回來道歉 向新北市民說對不起 然後韓國瑜也是一樣啊 在接受黃光晴的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說他不會去選上市長之後去選總統嘛 所以後來會關係搞僵 也是因為他食言而匪 所以現在侯市長就在閃躲嘛 他想要閃來閃去看不能萬民湧在 如果他選票衝得高 然後被被迫就是徵招來參選 所以我要把這個事情都講出來 讓新北市民做選擇 當我們在投上新北市長這一票的時候 你是在投市長還是在投總統 那他假借啊 這個市長的選票去衝總統 那我們要讓我們支持者知道 特別是綠營的支持者 因為侯友宜他故意啊 他搞成他自己很不政治嘛 所以藍綠通知啊 我要讓他能夠現出原型啊 綠色盤才會回流 我們現在的世紀好 民調逼近啊 就是因為很多過去可以接受侯友宜的人 現在已經看破手腳 所以就回來支持我啊 為什麼 因為那些綠色的支持者也希望2024民進黨 贏得總統大選 然後現在去支持侯友宜 把他養大之後回來咬自己嘛 我們台灣人就有在說嘛 這個 餵鴿不好 餵鴿走 我們看見這是今天在新北最新的現場 於選戰正式倒數100天 林江龍尚武在12個戰區的負責人 一起現身立挺之下 開了記者會 他也大聲的喊話 要立拼衝出百萬票 他接下來29個行政區 會持續的走透透我們持續帶大家關注